如果我們不能站出來 為中國的人權來主張 那台灣是不可能有諾亞方舟的 我們不可能自己偏安 自己認為自己可以的 雖然我認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甚至我也願意喊台灣獨立萬歲 可是台灣獨立萬歲不等於不關心中國人權 今天是六四的二十三週年 就是在去年我們反共團組織活動 那些中國遊客看到我們的標語 看到我們就反過兩個字 他們就嚇得跑掉了 但是現在他們敢走在這裡跟我們一起講話 就說明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們要求中國政府立即無條件釋放政治犯 不免中國人民要求改革以及平反六四的聲音 那第二點呢 我們希望台灣必須能在跟中國進行 兩岸經貿談判的時候納入人權條款 去建立兩岸的人權對話機制 並要求中國去改善他國內人權的現況 包括對於土國人民的宗教自由以及人權的保障 他違反的這種統治價值 使得全世界對六四問題能否得到解決都非常的關注 那麼我想台灣在自己的民主化過程中 其實也有類似的慘痛經歷 今天台灣雖然已經走過了那段歷史 但是關心中國大陸類似的問題 我想也是在台灣走向更高一步的民主化過程中的其中應有之一 同學你的鮮血全部撒在了廣場 同學你的青春全部死在了街上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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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 同時 謝謝